因为里面的程式可以看到那个 这个那当然如果他知道开发源他一点开来之后他就看到了 所以这个其实也蛮危险那怎么办呢 记得1 确认一下因为我这边开了一个档 应该这个档关一下 那1的话呢先切到Visual Basic 2的话因为我有写一些东西程式 在特别之后不是模组里面 这个比较特殊 今天是写在什么 写在那个 就是工作表物件里面 但是还是有写VBA 所以理论上你一存档他就会出 但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人家开不起来的话 这边按右键 就是VBA Project 这边按右键 有一个叫属性的东西 VBA Project 属性 在这里的话记得把它保护 打勾 输入密码 OK 那输入完密码之后特别注意 再来第2个储存 这边按否 记得不要用那个 原来的那个活跃不格式 一定要启用聚集 这一个 然后我把它存在哪里呢 也把它存在桌面上好了 那现在还看得到 因为你还没关起来 如果你要下一次再开启的话 比如说我放在桌面上 你把它打开来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在 这边一样还是要启用 这个一定要启用 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你会发现呢 他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 要密码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你一定要输入密码 他才可以进得来 这样子的话呢 我想这个一定要保 因为我发现 大部分同学也都有这个观点 因为你写的东西嘛 那如果他也学过VBA 他就知道说你写了 他会参考 OK 会进到你 所以你一样 点进来 按右键 VBA Project 但如果你要取消的话 怎么办 把这个打勾 这个删掉 这个删掉 再储存 那密码就拿掉了 OK所以拿跟 加的话方式都差不多 OK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讲到这 下一次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再花一点时间 看一下也许表单 跟资料库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